现在我就有请我们最尊贵的嘉宾 最华林俱乐部第一副总理黄海庆PBM 为我们今晚的比赛支持 大家掌声热烈欢迎 各位同事各位总监分总监 会长及分会会长 各位会友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一场纯枪式战龙争斧斗的即将开始 我先预祝各位唱赛子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最华林华与江远会 今年刚步入第八年年头 我们在2011年由创会会长 李重海先生创立时 我们面对了不少的挫折与挑战 所谓万事起头难 面对的问题不少 但我们坚信风雨过后 必见彩虹 所以经过多年来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 并且年年 离川家族 去年我们成了百人讲演会 创造了新加坡华语讲演会的新纪录 除了成为百人讲演会 我们也从第二届开始联合美国国际检演会 帮化的会长剧作业讲演会 同时我们也连续五年获得最多增援奖 这一切都给醉花灵俱乐部带来无限的拥有 整份人性可喜可嘉 在此同时 我们也培养出一批能源上道的讲演人才 而这些人才也逐渐涌入醉花灵俱乐部的大家庭 在各种庆天场合中 挑起大量 如事与 节目事与主持人等 亮丽登场 表现令人过目相看 这些成就都在短短的七年中发生 我们大家与目共睹 这说明讲演会的确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 我们要好好珍惜 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花而盛开 彩跌之来 我们有如此成就 要归功力气会长 既 团队任缘任劳 努力不解的结果 也要感谢会员同心同德 克作 无限的精神 本俱乐部总社会 希望能继续看到这种精神 发扬光大 代代相传 容我引用 主持民中一句话 山不再高 有先之名 水不再生 有龙之灵 他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有良好的团队 再结合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 我们就能继续 创造辉煌 我衷心希望 新旧自伟 辛劳会有 能够一如既往地 互相尊重 同心卸力 风雨同舟 增强团队的灵机力 再创未来辉煌的十年 最后祝福大会圆满成功 各位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谢谢大家 感谢第一副总理 黄海庆PBM的致辞 他今天的精英良言 包括对我们的尊重教导 我们会记在心上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不负他的众望 把这个讲演会越办越好